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远离烦恼 那你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度一切苦恶 你就是要透过空性的智慧 照见五蕴皆公 从波勒的智慧体会到空性的道理 从空性的道理得到圆满的解脱 所以佛教为什么会强调空 基本上跟烦恼的窒息 跟苦痛的超越连结在一起 那佛教既然关心这个离苦得乐 那他就要知道说 怎么样透过这种空来打破无明 无明跟无知 把一个人束缚住 那佛法的空性 就是让人从无明当中超脱出来 所以基本上这个空观的智慧 空性的智慧是要我们提得起的同时 也要知道放得下 《大智都论》 那基本上这一部论书 是这个《波尔经》的一个注释书 就我们知道 这个大圣佛法的这个毅理基础 就是《波尔经》 虽然在学术界 对这个《大智都论》的作者 有一些怀疑 但是基本上古来的传统 一直认为《大智都论》 就是《龙树》的作品 包括我们的应孙导师 也认为是《龙树》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龙树菩萨》的伟大 就在贯通阿含的元旗 阿含经的元旗跟波尔经的信空 是一贯一礼的传承跟开言 奠定了佛教的系统的基本骨干 这个是《龙树》的贡献之一 《大智都论》基本上 就是跟摩赫波罗波罗蜜 一个是从梵文的发音去翻译 一个是从它的意义 它的意识 意理的意识去翻译 《大智都论》 它基本上顾名思义 就是透过广大的智慧 度到解脱的彼岸 基本上大智都论都在讲 怎么样透过这种圣身智慧 到达解脱彼岸 《大智都论》就在解释 《摩赫波罗波罗蜜经》的一个论述 那里面没有错 它就是一个百科全书 包括在菩萨的修行 一般我们说六度 那什么是菩萨的六度的修行呢 它就一个度一个度 很细 很深 因为很深 所以它的这个哲学性就很强 所以它对于佛法的知见 佛法的这些观念的历心 非常有帮助